因为之前我在网上 质疑过老顽童砸这个钢筋棍里头 然后还说他是假大师 在这里我真正给老顽童 道个气 对不起老顽童 在徐州验证过霹雳兽老顽童之后 少林妙峰终于给老顽童道歉了 基本上绝大多数网友都认可了 老顽童是有真功夫的 老顽童也感谢妙峰上门 给自己一个公开展示的机会 感谢明侯老师的支持 你要如果不起重视 我以后还会被骂名 感谢所有粉丝支持 谢谢明侯老师 还有观察员这次上门的拜访 能给我一个展示的机会 也是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 我再次感谢 什么罗文刚我再说句 老顽童叫我放了一根钢筋 比小拇指小一点 他跟我说的 所以放了那根钢筋 我刚才也比了 要小一半比这个小拇指 关于妙峰加罗文刚的事 老顽童也表示的非常大度 从老顽童发布的视频来看 老顽童平时打的钢筋 和妙峰带来的 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他做的粗 反而你们觉得有人 要是做的跟我的样戏 就是剧本了 他做的粗 比我预料的不一样 那证明我是有实力的 那么还有一小部分人 仍然在质疑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护腕的问题 其实无论打断混凝土 之前还是之后 老顽童都解过护腕了 一切都在直播镜头之下 不存在护腕里面 加钢圈 石头砸护腕一说 再说了 什么钢圈能架得住石头砸 又能不被在场的人看出来 根本就不存在的事 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 更有说这不是混凝土 要在里面加一个钢筋网 请问谁见过八成八的 这种水泥柱里面 加钢筋网的 没有吧 这个就是纯抬杠了 老安农平时打的 都是市场上买的 二十块钱一根的混凝土 我算算好 二十块钱一根 十根二百块 一本根两千块 我最少打以后 最少打以后 我教你 一万块钱的混凝土 开始打不断 开始打个混凝土 我都打了三十下也打不开 越打越有机感觉 越打越感觉 打了几年了 都打成习惯了 对不对 混凝土的厂家 厂家的老伴都认识我 有时候上次给我打赌的 他说你能打的 我送你二十根 我打的他都送我十根 我说你不讲 不讲武的 他说我又不练武 讲什么武的 那么这些混凝土 到底是干嘛用的 就是在葡萄园 火龙果园里面 搭架子用的 可想而知 这个又不是盖高楼大厦 所以硬度标准 不需要很高 但状态是这样 也不是普通人能打断的 这次妙峰的徐州打假 还说明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要不然老顽童隐藏实力 明明有十分的功夫 只说自己有七分 8个后 10个10个块 有没有 里边是16元斤 16元斤 不是8个斤 你不要开玩笑 是16元的 里边只有那么粗 斤 懂不懂 你别别能找这个 手指都粗斤 你开玩笑 我还打不断 对不对 nice 要不就是老顽童 自己也不清楚 自己的上限在哪里 建成功力 老顽刚打完吗 嗯 我跟你说实话 你别把我想成铁 差不多就行了 你拿锤子打完了 你拿锤子打完 我都能打完 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